嗨大家好,我是小許 那接下來跟大家做一個2021年的最強隊員排名 那因為上次做完這個隊長排名之後 大家想要看這個隊員版本 那今天就抽空做一個隊員的排名 那這個是以我自己個人的觀點來排的 那一樣是以實用性跟強度出場機率來做一個排名的依據 那如果要全講的話可能講不完 我們一樣以排T0到T2 那T2以後呢 可能就是比較少用到的 或是有些可能漏掉啦 大家歡迎補充 不然如果全部要講的話可能講不完 另外我們在做這部影片的時候 這個吃油還沒上 不然吃油的話肯定也是這個最強的隊員 毫無疑問啦 這個移除版面 自訂版面這樣子 自己選版面這個 可以解超多盾 5屬3屬光暗 手銷XXC這種的也都很好解 所以這個也是最強的隊員 好那接下來我們一樣從T0開始講 那我們排這個順序的話是以屬性排 不是照強弱啦 這個T0的話沒有照強弱 T0的話就是都 基本上你要出場的話一定會先帶他 你不會想說要帶其他人 就是首選就是帶這些隊員就對了 反正這些隊員自帶就可以解很多盾了 然後首先呢我們先講 真式這張卡 EVA的話 不只隊長強喔 這個主動技也強 不管是在水隊啊還是神族隊啊 他這個真式的技能 真的是太好用了 這個界王拳 延長移動到25秒 然後又可以凍結 凍結這個可能比較少用到 但主要是要他的界王拳 這個增傷 跟延長移動服飾時間嘛 然後再來變身 直接炸板 變身炸板 然後再來 變身之後的第一個技能 我覺得是最常用到的 直接解拼圖盾 這個就很常用到嘛 就是現在很多奇怪怪的拼圖盾啊 然後他除了解拼圖盾以外 還有自身界王拳 加上他本身 2技能又可以延遲 還原版面 然後排珠 一張卡這個可以用的這個技能 真的太多了啦 而且他還有這個同步率齁 同步率達400%的時候還會暴走 暴走形態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真的是 我覺得水隊目前最強隊員就是他了啦 不管是你放在英格力 放在其他的水隊裡面 他都是 第一個要出場的我覺得 首選隊員啦 那再來齁 敖廣也是齁 敖廣的話 之前我也是排在 去年我有做過一次這個最強隊員排名 我敖廣也是排在T0 敖廣的話 炸整版 然後還有延長轉租時間 然後一個大轉版 這個 大轉版 然後界王拳這樣子 而且CD又短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 也是水隊 必備 那再來講到火屬性齁 庸子就不用講了吧 這個 什麼隊伍都可以帶 甚至連不是火隊的隊伍都可以帶 連那個什麼拉普拉斯 都可以帶 或是像一些 頭尾集傷型的隊長都很適合帶他齁 他可以把這個隊長技能 再提升三倍 把那個頭尾集傷型的隊長的傷害 再放大 而且他開了技能之後 簡化版面 讓你更好轉 然後再來 攻擊前會有一個直傷 解隱身盾 然後關技能的時候 又可以解那個 解那個什麼 關技能的時候 可以解那個 無數強化盾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真的好用 未來吃油出來 他肯定也會是首選隊員 因為吃油剛好又有一個 狂暴狀態 狂暴狀態又有界王拳 那搭配庸子 那真的很痛 好再來 像這次的這個魔法格系列 紅愛也算是 我覺得也是真大獎 而且官方現在要做了一個 首削全版盾 剛好很適合紅愛 有整版固定版面 然後又是炸版 然後又可以 又有這個增傷兩倍 增傷吃得到的是龍人妖魔 全部吃得到 吃到的角色非常的多 然後再來 所有成員都可以無視三屬無數 這也很好用 所以他不只是可以放在龍隊裡面 放在其他隊伍裡面 也是一個很強的隊員 所以我也很喜歡帶他 那再來就明日香 而且這個是解放 這個是六星的明日香 六星明日香 這個 直接一劍解無數強化 這個 然後又可以把敵人轉成木屬性 所以我也很喜歡帶他 他也是火隊 而不只是火隊 神族隊 或者是可以帶明日香的隊長 基本上明日香都是一個首選隊員 然後再來 火屬性我覺得還有潔弱 這次洛克人的 主動技最好用的我覺得應該就是潔弱 主動技增大獎 因為他可以 他的技能也是很多 這個一技二技變身 然後變身之後又一技二技 很多啊 他可以解這個點燃盾 首先可以解點燃盾 然後解凍結 那變身之後 可以解電擊 這邊就可以解兩種了 解三種了 還有點燃盾 狀態盾 然後有界王拳 變身的時候又可以迴避 就是譬如說有很高攻擊力的攻前盾 或者是100%扣血 都可以靠這個 去擋 變身的這一下去擋 然後 再來變身後二技 兩回合無視攻前盾 如果你一回合沒把攻前盾打爆 還有第二回合可以打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神卡 神隊員 那再來木隊我覺得T0隊員就是這兩隻了啦 應該沒什麼意義啦 鐵扇在這次昇華之後又變更強了 原本就已經很可怕了 現在昇華之後傷害又變更高 然後又有-CD 毫無疑問就是T0啦 然後再來這張牛魔王 主要是搭配鐵扇 這兩隻一起放進去 除了這個傷害很高 增傷很高 然後大轉版 然後還有這個三圍加成 讓這個中國神 這張中國神跟鐵扇的三圍都提升 所以這兩隻真的是木隊T0無誤 那再來講光屬性的T0 這三張比較常用到 項羽 項羽當隊長現在比較不夠力 但是他的主動技能還是非常強 還原版面一消 這個就不多做水事了 除了一消以外還有牌珠 然後再來皮卡 皮卡現在比較少用 是因為項羽現在比較少人玩 但是如果之後出一個強的光隊長的話 我相信皮卡還是最強增傷 因為他的增傷幅度再加上他的武裝龍科 那個界王拳太恐怖了 增傷幅度太高了 再來變身 變身後解鎖 這個毫無疑問最強隊員 那再來比較常用到的還有迪迦 特別是可以兩張迪迦放進去 還可以還原版面 變身後二技 變身後的技能可以還原版面 隊伍有兩個以上超人的時候還原版面 兩張迪迦一直開機一直爽 真的舒服 這個固定版面就是好用 而且網路上還有很多這種各種數字盾的轉法 非常好用 然後再來呢 暗屬性的T0成員 就是畫面上看到的這幾張 應該說這七張 暗屬性的T0成員我覺得比較多 反正第一張就是打幾的 這個也是很古老的卡片 恐龍時代的卡片 所以這個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了 這張我就不多講了 然後再來 T0成員還有這個七大隊的團長 這個全反 他主要是他這個全反擊吸收傷害 可以讓他的戒王拳 達到一個這個真的很可怕的高度 這個吸收傷害吸收到多少 我看一下 吸收到五萬六啊 超恐怖 而且他這個全反擊其實 除了無視減傷擋不了的話 其實他都 都可以擋 所以我覺得這個全反擊也很好用 然後再來 二技能點燃也是現在 很常遇到這種點燃盾啊 這個也可以用 然後再來還有持續時間 還有暗屬性魔族增傷啊 什麼的啊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 也是 很多像秦皇這種卡片 可能本身的 倍率已經不夠了 他有一些爆發可以靠團長去打 所以團長真的是救了很多的隊長 那再來呢 還有這個 十三號金 他是一張 夢魘集卡片 但是他的實用性我覺得 不會輸給10抽卡 他可以解神族被鎖的技能 而且是所有神族 他不是只解EVA 所以這張光這樣子 就很實用了 再來 連擊數目固定為13 也可以解高看無盾 然後全隊攻擊力還有兩倍 光第一個技能CD7就這麼強 然後第二技能的話就 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啊 主要是第一個技能 但第二技能也不錯 可以 自己選兩隻糖去引爆 而且還有機會再發動 基本上他的 好用的地方是第一個技能 這個張卡也是暗屬性非常強的一張卡 然後再來九封王也是出了很久了 這個也不多講 這個也不多講 就是多三排 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技能 解石化 解黑白 手批掉65顆暗強化這個 然後九封王還可以解那個無屬強化 拉上去 多三排還有可以解無屬強化這樣子 然後三圍又高 配合一些 一些八星卡片 血又變更多 然後再來的話還有像這一次 就是比較強的這個不死系列 解放 解放之後他這個合體 也是 讓很多隊伍啊 平坎變強 因為他這個合體之後 這個傷害變很高 他像這個 像秦皇放這張也可以啊 或者是像 團長放這張也可以 然後加上本身的主動技 也是加強很多 原本就沒什麼用 但是 這個 解放之後 他變成說可以扣敵方40% 總生命力 而且無視任何盾牌 像這個很多 譬如說像一些趴速盾啊 或者是一些 比較難打的盾啊 可以靠這個去偷回合啊 或者是加快通關速度啊 什麼的 這張卡的出場機會高很多 然後再來 不怕暴風 不怕燃燒 然後增傷幅度又高 那不要看這個 我們看 還有還原碎裂 碎裂也是非常難搞的一個盾牌 這個地形 這個地形的話 比較少技能可以解 但是不死系列可以解 官方就是做給他們這個一個價值戰 然後再來 隊長 戰友 自身攻擊力3.5倍 那放在像團長這種隊伍裡面 就非常的實用啊 團長借王拳 可以再放大 然後他本身傷害又高 他這張合體本身傷害又高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出來也是救了很多人 像團長一開始 還沒變身前啊 就是很軟嘛 傷害很低啊 但是放了呂布之後就是 不一樣的卡片了 不一樣的隊長了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出來也是 暗隊提領啊 救了很多人 那再來的話還有閱讀齁 無限閱讀 無限排珠 這個也非常好用 而且他 加強了之後齁 他又變成說可以隨時關閉 隨時關閉的 又不是說單純的關閉 他還有整版轉成這個神主符石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很好用 然後就可以一直排珠這樣子 變成常駐的 然後再來還有潘朵拉齁 潘朵拉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可以讓所有成員追打你想要的屬性攻擊 這個雖然說比較豪華一點 他是黑金 但是我真的覺得他的技能是真的比較難以去替代的 如果你今天要讓這個暗隊追打什麼水屬性的話 你就帶個潘朵拉 非常簡單嘛對不對 而且他本身可以解的盾 又多 風化、凍結、弱化、電擊石化 毫無疑問齁 T0隊員 然後再來齁 我們看 T1的 T1的成員 這邊也是很常用到 但是可能沒有像T0的這麼常出場 可能因為需要用到他的時候 比如說像艙碧有風化黏斧的時候 就可以用他這樣子 這個也是很常用到齁 然後還有變身 亞特蘭尼斯在解放了之後也是變得比較好用 因為他變成全隊攻擊力2.2倍都吃得到 就是不是只有水屬性 然後再來 15秒排珠這個就不用講了嘛 就很好用 然後再來還有馬騎齁 常駐增傷 完全沒副作用的一個常駐增傷 關技能還可以 回血 所以這張也算是水隊的T1隊員這樣子 不是關技能回血 是發動技能的時候回血 然後還有這個神族下馬騎 這個CD長了一點啦 但是技能難以取代 還有這個新黑金下王 也算是魔族隊多了一個新的增傷 那不只是增傷嘛 關技能的時候還可以 多9combo 不是不是 關技能的時候可以多那個幾combo 多12combo 多12combo 然後還可以無視攻前盾 基本上 也算是常用啦 然後再來齁 火屬性的常用隊員T1 冰圖盾龐貝 這不用講了 有龐貝的話基本上必練啦 出場率也是很高 那再來就是天原突破系列 這兩隻合體 小西蒙 小西蒙跟卡米娜這個合體變身之後齁 這個解鎖 炸石化 然後一回合無視攻前盾 然後又可以機械化 然後第二個技能又可以多3排 所以我覺得這樣也是不錯 然後再來還有像這個 大紅連團的這個大西蒙齁 大西蒙的話它是直接轉出無數強化 然後可以解石化什麼的 這也是一個好用的隊員 那再來我這個 七星明日香我是放在T1 沒有放在T0齁 因為我覺得 呃 實用度沒有效 沒有六星那麼高啦 那主要是 可以拿來就是增傷啦 增傷幅度很高齁 還有加回復力 神族增加回復力的卡片其實不多 那它可以增加2.7倍這樣子 那這個變身之後的技能也非常的不錯齁 主要是二技能 二技能可以無視三屬五屬 而且固定數量位置這樣子 也是蠻強的一張神族卡片 那再來還有像握瓦道 握瓦道像我團長啊 秦皇啊 這都很常會用到它齁 炸整版的卡就是好用 而且它不只炸整版 還有這個固定版面 那再來眼球 眼球也不用講了嘛 就很久以前的 卡片到現在了 還是非常好用 只是CD長了一點啊 那包包他就是龍族 龍族最強的首選隊員了嘛 這個輕規必帶 它的很多技能沒有辦法被取代 解鎖 然後固定連擊盾 無視燃燒 這些都是很難解的東西 一張卡直接搞定 還有2.5倍的增傷給你這樣 那助王齁 解放之後 應該說 異轉之後的這個型態齁 第一個技能就是可以 短CD齁 CD6炸板 而且保底一定可以解5屬強化 然後2技能 兼具C呢 在你打一些異補盾的時候 可以搭配一些像眼球的卡 去解這個 比如說千萬異補啊 就是要靠它齁 所以它也算是很好的隊員 那再來目屬性的話齁 這個 翡翠 算是妖精最強常駐嘛 翡翠跟莎娜都是啦 那莎娜的話 主要就是解3屬5屬 還有牌珠 有時候一些數字盾 你可以靠它牌珠這樣子 然後再來 青龜也是 除了是好用的隊長以外 我覺得它也是好用的隊員 它可以去把敵人轉屬 轉成你想要的屬性這樣子 然後變身之後又可以 無視中毒 然後3回合 攻擊力2倍 然後 新珠 新珠掉率-0 如果有一些新進效的關卡 它也很好用 然後三圍又高 血量又多 再來的話還有魔法格的打格齁 也是三大獎 然後它好用的地方在於 它可以解這種回復顛倒 三回合內 回復力減至0 又可以炸板 炸整板 然後它有被動回血 然後可以自選型態嘛 然後狼型態也很好用啊 也很常用到 有攻前盾的話就用狼型態 所以它本身算是一張非常強的隊員齁 我覺得 隊長反而不是它的重點齁 那當隊員我覺得非常強 那再來是這一次 洛克恩的夢魘擊 西格馬 西格馬也是很強 這我還沒練滿齁 這個的話可以一直持續齁 持續三回合齁 行動值得100%的話可以持續三回合 減傷80% 無視敵人防禦令 任意排珠 而且排珠以外移動符石 碰得符石變成強化符石 那這個 強化軌跡可以結很多盾嘛 比如說持續問號啊 或者持續黏斧啊 這種東西啊 或者是像燃燒也可以用牌珠解決 而且CD又非常短 我覺得它也是一張非常強的卡片 那比較適合放在機械組裡面 那光屬性的T1齁 我覺得還有像鑽石齁 鑽石其實很好用 但是它不是必要的齁 但是需要它的時候呢 它就很好用齁 增傷 然後所謂傷害無敵嘛 無敵然後延長移動符石時間 那再來還有阿爾逢斯齁 阿爾逢斯 自己造版面齁 固定18個位置的符石 在你想要 懶得轉珠 或者是你要解數字盾 2、3盾的時候 它就很好用 那靈波靈的話也是齁 這個還原版面 炸整版 然後 這一張齁 我覺得 好用的地方是在於它CD非常短 只要CD5 那你如果放個蛋糕龍殼 變成CD4 雖然說它只是單純的炸板齁 也沒有炸出強化 也沒炸出種族符石 但是 重點就是它CD4齁 太短了 真的太好用了 所以說 雖然它是一張很久以前的地獄級卡片 但我真的覺得它是齁 以地獄級卡片來說 它絕對是T0 非常好用 放在團長隊 放在項羽啊 都很好用 或者未來有出一些新的光的隊長 它一定也是首選 然後再來還有它這個比較豪華一點的齁 拉普拉斯 這個 自選版面齁 自己選你想要移出什麼豬 自己選你想要什麼豬掉下來 然後又可以排豬 又可以五四 三屬 五屬 這個 也是很強的一張卡 只是比較 比較貴一點啦 那再來暗屬性比較好用的 就秦皇齁 秦皇 自己定版面 然後 這個就絕版齁 斯卡 這個可以讓你三回合 版面上都不會有你不要的豬子 自己選 這樣子 然後還有洛克人這次的救急X 這個可以 你可以自己選擇你想要什麼豬子 去天降 暗屬性騎手 就天降一大堆暗族 這個也是比較少數 比較少的技能 比較少見的技能 再來 殷奇都齁 這個也是很強 解鎖 不管是放在神族 對放在暗隊裡面 解鎖 炸板 然後 其他福石兼具 暗這些都很好用啦 然後 愛德 愛德也算是免費神卡 算是暗隊少數 可以解固定連擊的 然後還可以解鎖 解自身 然後自身又20倍 又可以無視固定連擊 這張也是好用 好接下來呢 我們來到T2成員 T2成員的部分 T2後面的話 就 我就全部都介紹了啦 因為介紹的話可能太多了 你看我們光講到T2 還沒講T2就已經講了18分鐘了 T2的話 常用 常駐 學位來 不管是放在西亞隊 放在機械組隊伍裡面 都是一張很好用的常駐神傷 而且他又可以解這個 凍結符石 缺點的話就是絕版 然後 如果 怕絕版的話 這張這張 這張大家應該都有吧 新手就有啦 兩回合內可以 這個自己排租 這樣子 有起來可以轉強化符石 這張也是拼命神卡 然後 再來神族 附加消除 水隊附加消除的卡片 阿克亞 只是絕版 那再來 神卡夏瑪西 機械夏瑪西 這個增傷 非常高 在水隊來說 以前我們水隊會用什麼冰河卡廟 現在都用夏瑪西嘛 配那個師傅 配那個 那隻 鋼鏈的師傅 叫一隻米是不是 有點忘記了 反正他就是好用 而且他又可以擋死 跨回合擋死 然後擊斃敵人 整版 機械組強化 下回合如果有什麼 什麼那個 什麼黏符阿 不知道 有什麼弱化阿 鎖定阿 直接不怕 這張卡也是很好用 再來 冰河 冰河我覺得他現在比較少用到 所以我把它放在T2 不過他也是很強的一個 單體輸出 但是比起像真士這種 真士 不但有高單體輸出 又有這個解盾能力 那他能解的盾就比較沒那麼多啦 那還原版面的話 因為整版都會變成水珠 反而combo又更低 我覺得現在比較少的隊伍適合他 比較可惜一點 然後再來 像Leroy 超人Leroy 加combo 加combo 變身之後 加combo 然後一個小炸板 這樣子 也不錯 隨隊少數的加combo卡片 然後再來 機械組 加combo也可以靠這個 水初音盒也固定版面 然後水攻盾呢 魔族 水隊 都可以靠這個雪女 去打 也是出場率挺高的 而且他這個 主要是因為他極限突破 極限突破 消9顆以上星的話 自身攻擊力5倍 界王拳 那再來 露西帶馬騎出來的時候 就比較少用到了 但是他本身可以跨回合去 減3 把減3帶到下一回合 這個也是 偶爾也是會 會有奇效的 他增傷幅度是 沒有比馬騎高啦 但我覺得現在 現在對我好像也不太需要增傷 因為平凱每個都跟鬼一樣 因為平凱每個都跟鬼一樣 所以這些卡片 變得說 比較沒有那麼常用到 那再來 水隊復銷 解復銷的這個 最初最好的選擇 就是冰花 除了可以復銷以外 還可以那個 界王拳 變成只有一個10倍的界王拳 這樣子 而且EP卡片 然後像這次洛克人的這個 沒有進化的話 沒有進化的艾克斯 這張我是建議大家留 因為之前那個 大家都問說 欸兩張艾克斯要留嗎 還是要進化 我是建議大家留 因為他這個技能的話 他除了可以轉屬 我記得他是可以 轉屬 隊長只要是機械組 然後你用他這張卡當隊員 他都可以 轉屬 對 然後他本身的技能 算是續能的 然後又可以解碎裂 這東西是比較少見的技能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 也是好用 然後再來 魔法格系列的小獎 米飛波 這張比較少人注意到 但我真的是特別偏愛這種 炸整版的卡片 那是 他只是一張小獎 但是他可以炸整版 放在魔族隊伍裡面 很好用 而且他不只炸整版 還可以把攻擊力減至0 傷害減至100 什麼的 當然魔族炸整版有很多好用的選擇 比如CD更短的 伊格隆納克 或者是像 沃瓦道 沃瓦道其實CD也一樣 但是他有固定版面 那這張的話 你就可以放在像 英格力裡面 英格力有時候因為一些種族屬性的關係 你可能 水魔族必須要放這張 這張就很好用了 所以我覺得他也是我喜歡用的隊員 然後再來還有像這個 水的不死 貝奧武夫也是 跟那個 暗屬性不死也不一樣 反正就是 解放之後 就是多了這個 合體 傷害很高 然後又可以很早合體 讓你的爆發 就是可以提前 這樣子 然後 又可以還原碎裂 這也是好用 然後西大神 西大神其實一直都是不錯的隊員 他主要是第二個技能 當隊員的話第二個技能好用 連續三回合可以 不要在場上出現 你不想要出現的福祉這樣子 然後再來艾莉亞 解五屬強化 解三屬強化都可以 那再來火屬性的話 天造擋死 後面的話我們盡快帶過 然後像這個火屬性 復銷 神族復銷 就是靠這個文物取星 然後再來這個 倫杖 大轉版 然後直傷 減傷 這都不錯 還有界王拳 然後三尾高 西右神 然後再來復銷 還有像這個小 小獎刺章 這也不錯 然後還有這個 蘿伊 炸整版 炸整版之後還有這個 合體的話 當隊員的話 比較不建議合體 當隊員的話我覺得 當他本身自己的技能 就很好用了 炸整版 兩回合增傷 水膚子機率降至0 天降機率變高 真的不錯 然後像愛麗絲的話也不錯 他不是 他不是只能放在機械組 他可以放在其他隊伍裡面也可以 兩回合減傷40% 而且可以 這個觸碰電擊 還是可以移動 就可以不怕 這個電擊珠 然後 移動符石觸碰了 手無力符石才轉成 你想要的巧克力符石 這樣子 然後 每 其他 要機械組成員發動主動技能 他才會增加回效 但我覺得兩回合 已經不錯用了 然後再來 火希臘的理由 跟剛剛水希臘一樣 然後烏波也是 最近 武鼠極盾氾濫 所以他出場率也是很高 放在團長隊 裡面 很好用 或者是放在火隊裡面 也可以 放在最左邊的位置 這樣 然後火不死 跟剛剛的水不死 還有暗不死 理由一樣 可以解那個 破碎啊 然後比較早合體 讓隊伍的 這個 比如說變身錢啊 什麼的 傷害可以再更高一點 或者是技能跳出來之前 平感傷害會變更高 這樣子 那暗屬性 像這個薩斯姆 秦皇 美里奧達斯 撐血需要 然後 諾索斯的話 主要打一些 那個 克強化盾 就是不能消強化符石那種 然後又要數字盾什麼的 很好用 好解鎖 木隊唯一全解鎖 應該是唯一嗎 應該是吧 然後還有這個 沙利葉 也是消負面效果 然後 孤窩鳥配 放在人那個什麼 放在 配鐵扇 配鐵扇 障礙很高 或者是放在人妖魔隊裡面 其實都可以 增傷減傷都有 然後 機械組炸整版 也可以解武鼠強化 然後銅虎 這個算是 少數可以追打那麼多下的卡片 武鼠極盾泛濫 放在木隊裡面 解武鼠極盾首選 然後EVA的小獎 真理 迴避 好用 雙真理的話更爽 帕雷特 主要特色 雙狀態 然後電擊 解盾及盾 好用 那關屬性好用的 就伊莉莎白吧 還原版面 然後 有點類似斯卡 第二個技能有點類似斯卡 雙技能的卡 就是好用 就是好用 那在艾斯卡諾 不怕燃燒 然後後面的話變身呢 呃 有一個界王拳 無視工錢無數 不怕燃燒 好用 再來 幻化的光朗 主要是解電擊盾 不管是放在光隊裡面 放在 獸隊裡面 以後一定都會有出場的機會 再來 可以加combo 直接然後可以 電擊敵方 三回合 控三回合 那露娜的話 現在露西把露娜比較少人玩 所以她這個共鳴就比較沒用 但她主要 呃 讓神族被動增加攻擊力 然後 延長移動符石時間 也是不錯的隊員 那再來孫悟空 孫悟空的話 主要是二技能 指定炸豬 好用 CD非常短 然後三回合 移動符石 觸破 手無力符石 變成神爐強化符石 然後三回合1.5倍 三回又高 細又神 那像這個光北魚的話 主要是現在很多那種 呃 克鼠盾 就是她比如說 她一定要 呃 克鼠攻擊才能對她造成傷害 那她剛好嘛 她本身自己有一個界王拳 然後加上她的二技 可以把敵人轉成暗 那她打她 剛好 放在光隊裡面剛好 然後再來 星矢也是跟那個冰河一樣道理啊 就是比較少人在用 但是如果說未來有一個 新的光隊長出現 我相信她還是會有很 出場的機會的 因為她本身技能也是很實用 解這個拼圖盾嘛 然後固定版面什麼的 然後一技 追打什麼的 真的 沒有理由不把她放到T2 然後 西歐 西歐也是齁 複製天降 然後這個 固定23盾齁 現在大家有發現呢 20Combo盾越來越多了 那鑽石出場率 我相信未來應該也 還是會有的 然後固定版面齁 其實這個水的跟光的都不錯啦 就是固定 固定版面光星這樣子 再解一些數字盾啊 或者是指定61盾啊 然後符石騙你啊 這種都 直接一鍵解決 非常好用齁 然後暗屬性還有像蜜兒齁 無限控場 那 這個雙子現在就比較沒那麼常用了 因為暗隊現在可能比較常用 比較強勢的可能是魔族隊 那魔族隊的話 就不會去用到雙子啦 那之後看官方有沒有要 這個加強 像神主暗神隊啊什麼的 北歐啊 什麼的 說不定他有機會再出場 不然北歐可能就要在倉管一輩子了 然後還有這個 慈愛齁 慈愛也很好用齁 被動增傷 讓你開場就有增傷 他不用開技能齁 內劍就有增傷 然後像這個騎士也是打討拔戰很好用的卡片齁 直接解武術強化 一鍵解決 然後藍王內爾的話也是解這個武術擊盾在用的齁 暗隊解武術擊盾 把藍王內爾放在最左邊這樣子 然後 還有像這種 盤古自己 自己 造版面齁 然後希臘 希臘也是 然後像這張我也是蠻喜歡用的 因為放在 像團長很怕燃燒啊 黏斧啊這種技能 那他剛好一次都可以解決 而且他可以讓隊長佔有3.5倍 就是 我覺得他蠻 蠻補足這個團長需要的一切啦 然後 鷹格力喔 鷹格力不只當隊長強 主動技也是強 這二消 而且 CD還比眼球短 然後 妮可 妮可的技能也是比較少見一點啦 可以一直 持續 兩回合複製場上的版面 這樣子 我覺得這也是比較難以取代的技能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自己覺得的 這個 T0到T2隊長 隊員排名啦 那當然有一些漏掉 比如說像 那個什麼 妖精隊的那個什麼 藍寶石 紅寶石啊 那種可能就是 也算是在T2吧 就是比較少出場 但是 需要用到他的時候就比較難以取代的 這種卡片 或是像最近 今天GN剛出的那個什麼 龍石嘛 像這個木龍石 就是炸整版喔 這個我覺得 強度也是大概在T1左右 出場率肯定也是非常高的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的話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補充 或是你有覺得有哪一些神隊員呢 我們有講到的話 歡迎留言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一下 按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各位掰掰